阿米 爱的文明 作者 恩里克·巴里奥斯 翻译 赵德明 第九章 桑巴拉 上集 在飞船上落座以后 阿米告诉我们 在把我们送回地球之前 他还要带我们去看一个特别的地方 他说 这个地方比起从前 他让我们看过的都还重要 我想 大概是去看一个新的星球 因此 地球一出现在悬窗外面时 我说 阿米 这是地球啊 当然啦 我请你们看的东西在远处呢 哦 一定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玩意儿 你说过要让我们看一种海底文明 是不是这个呀 不是 不过 咱们下回去七亚送文卡的手稿时 可以参观一个海底文明 不一定是在地球上 另外 还可以看看人造星球 如果 文卡打断了阿米的话 为什么要建设人造星球啊 任何一个太阳都会有死亡的时刻 它会爆炸 把周围的所有行星烧焦 在爆炸之前 太阳系的居民必须全部撤离 因此需要建造人工星球 这些星球就像大的宇宙飞船一样 可以被指挥调动 绕着另一个太阳公转 如果你们愿意 到时咱们可以顺便看一眼 现在先注意你们马上会看到的地方 阿米让飞船的高度下降 我们开始向喜马拉雅山脉前进 准备随后高速向其中一个山头俯冲下去 我明白 这就和去沙亚撒林和艾克斯的情况一样 飞船要穿过厚厚的岩层到地球内部 所以我并不害怕 但是 文卡仍然和以前一样害怕的闭上眼睛 我很好奇 在穿越岩层时 闲窗外面是什么样的景观呢 结果窗外只出现一瞬间的漆黑 随后重现光明 孩子们 咱们又到了文明发达的世界了 阿米开心地宣布 我心想大概会看到 类似沙亚撒林或者艾克斯的景观 但是不然 前两者给我的印象是现代化的城市 而这里却让我觉得 像是举行盛大庆典的地方 因为悬窗外面出现了一个盖满半圆形矮小建筑的白色城市 唯一的例外是一座巨型球形建筑物 它耸立在城市中心 显得富丽堂皇 那个显眼的球体 有四只微微弯曲的手臂在周边支撑 底部则坐落在地面上 看来 这座建筑物是这个地下基地中最重要的建筑 因为有四条两侧 种满花草树木的大道朝它汇合 终点就在四只手臂那里 我看到地面上有许多人和飞船在活动 但是秩序井然 丝毫不忙乱 孩子们 这个基地叫做桑巴拉 桑巴拉 我听过这个名字 阿米 好像曾经出现在一首歌曲里 彼得罗 有可能 因为桑巴拉在许多古老的传说中出现过 与阿卡迪 多拉多 香格里拉 以及其他一些还不那么有名的基地一样 既然是秘密基地 怎么会出现在古老传说中呢 彼得罗 很多古老传说之中包含着真理 启发人类走向理智之路 有时 我们自己也会刻意留下一些足迹 就像你们写的作品一样 如梦似真 咱们准备在那个球形实验室附近降落 实验室 我还以为那是体育场呢 不是体育场 彼得罗 或者我该说这是一座神殿 因为里面执行的工作 与世上所有神殿内所做的一样 也就是 与心灵力量达到最高水平的人的心灵活动有关系 我不认为世上所有神殿的目标都一样 如果不考虑宗教体系 也不从那么世俗的角度来看 神殿最高的目标就只有一个 这就好比 你使用的电力可能来自电力发电厂 核电厂 风力发电厂 太阳能发电厂 或者水力发电厂 不管电力的来源是什么 对你来说都一样 明白 好 我要让你们认识一位朋友 准备下飞船吧 一踏出飞船 我明显感觉到 那座城市有一种神秘的气氛迎面袭来 彼得罗 你的感觉是正确的 你已经发现这里的气氛格外不同 特别崇高和优雅 因为咱们来到了地球上一个重要的心灵中心 另外 这表示你要更加注意自己的内心感受了 这座城市与沙亚撒林不一样吗 文卡问道 不一样 各个基地在不进化或者说是不文明的世界里 各自从事不同的工作 像是沙亚撒林负责监控气压星球 社会政治的进化状况 有些基地关注生物进化的情况 有些基地则注意文化与科技层面 而桑巴拉是监督人类精神进化的中心之一 那座圣殿位于类似钻石或者水晶材料制成的巨大平台的中央 我们的飞船停在那一大片宝石地板 那里有个专攻空中交通工具停泊的场地 孩子们 这里是地球上最大的水晶平台 有一种相当精致的水晶制成 它有一种集中和扩大心灵颤动的能力 圣殿内部进行着许多生产高尚心灵或者精神振波的工作 那些能量由此发射到全球 我们先去了一趟消毒室 然后下降到地面向圣殿走去 高举球体的四只手臂外侧有两排睫毛般的自动电梯 右边上升左边下降 自动电梯通往位于球面中央的入口 我们登上电梯开始上升 电梯没有栏杆 台积宽度不超过一米 随着高度的增加 令人越来越害怕 我努力克制悬晕的感觉 而且尽量靠近墙壁一侧站立 文卡在我前面 她惊慌地看了我一眼 害怕得几乎要跪下来 我从后面抱住了她 阿米说道 文卡别向下看 不会有事的 让自己的心保持平稳 以平静的心情缓缓上升 文卡照着阿米的吩咐 调整自己的心情 感觉果然好多了 我觉得这自动电梯太危险了 万一头晕没站稳 那一下子就 我认为电梯不安装栏杆 是很不明智的 不然就是故意折磨人 孩子们 圣殿所进行的工作 是为了提高精神的力量 这种力量的质量 取决于我们的身心状态 凡是没有勇气 或者身体状况不佳 无法登上电梯的人 就没有资格进入这个地方 因为她不能发出 高水平的精神能量 这个道理我明白 但是我想到了奶奶 尽管奶奶是个大好人 精神状态也很好 但是她老人家 一定无法搭乘这种电梯 因此 我觉得这种设计 有歧视的意味 当然我的想法又让阿米听见了 彼得罗 奶奶是个大好人 精神也很好 但是凡是在这里工作的人 都对全人类 怀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他们为了做好工作 必须保持最佳的身心状况 这个电梯 可以让他们在进入实验室之前 先进行自我测试 如果在电梯运行过程中 感觉心里不安稳 那么 即使到达终点 也得折返 等到第二天再来 直到感觉百分之百 没有问题了 才能开始工作 良好的身心状况 是良好的精神状况的 可靠保证 因为 我们的身体 是我们灵魂状态的 立体投射 这一次我明白了 那不是歧视 而是心灵的专注程度问题 我们到达了终点 来到实验室 圣殿门前 孩子们 要保持安静 心怀虔诚 我们遵照阿米的指示 从入口处向屋里走去 出现了环形走廊 和植满花草矮木的露台 另外 特别引起我注意的 是从放了座椅的地方 大概是为了工人们观看 下面发生的事情 可以看到下方正中央 铺着一块光洁的水晶石板 石板上有一座 闪烁美丽光芒的圣坛 其中最醒目的是 七块各高约两公尺的 发光宝石 形状像纪念碑 每块的颜色各不相同 七块巨大的宝石 安放在钻石般发光的水晶三角座机上 一群身穿白衣 头戴风帽的人 围绕着其中一块紫色宝石 彼得罗 那是纯净的钻石 能将那些穿白衣 戴风帽的人的精神震波 更完好的传送出去 从宝石上传送到水晶地面 再从那里传送到全世界人们的心中 夏米那里有很多人 大部分属于红种人 他们比地球人高大 有两米左右 但是比不上大约有三米高的奥菲尔人 他们的头部比我们地球人大 身材修长 好像运动员一样 他们的衣裳宽大 没有衣领 男人没有胡须 女人形体纤细 不像地球人那样曲线明显 他们的脸部皮肤看起来很紧实 好似做过美容手术 完全没有皱纹 他们的眼睛很大 目光平和 眼球的颜色与地球人相似 也就是说 有黑色、绿色、灰色、绿色和蓝色 及其中略微深浅的颜色 皮肤的颜色接近古铜色 头发的颜色 接于绿色和金黄之间 略微卷曲 无论男女都是短发 我没发现有地球人 这里有很多地球人 阿米微笑着低声告诉我 我一个也没看见 除非他们在下面 穿戴白衣风帽的人群里 这时他们高举双臂 不知是在唱歌还是在祈祷 但都拉着长长的音调 那股气氛和声音都很美 文卡受到影响 情绪开始激动起来 热泪盈眶地注视着我 我感觉到一阵阵异样的震波 让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孩子们 别那么激动 咱们还要到下面去 我们继续下到有水晶地面的那一层 距离围绕着紫色宝石的那列队伍很近 阿米引导我们向一扇侧门走去 进门后 走下一道直通地下室的阶梯 踏上一条明亮的走廊 走了一小段路之后 迈进左侧一间会客室 有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站在讲桌后面等候我们 他不是地球人 而是当地人 他和蔼地 确切地说是亲切地望着我们 一面问候我们 先对着我们伸出右手掌心 然后把手掌放在左胸口上 这种问候的方式 与沙亚撒林的那两位伪装的特礼朋友一样 孩子们 欢迎你们来到桑巴拉 我叫史鲁克 负责协调这个实验室里面的活动 大家请坐吧 我们坐下了 史鲁克也跟着坐下 他的模样让我想起 在上次漫游图中认识的少校 就是那位负责指挥援助地球计划的人 但是 仔细观察后发现两人并不像 史鲁克感觉更容易亲近 更有人情味 不像少校那么令人敬畏 阿米解释说 他跟少校属于同一个星球的种族 真的吗 难怪他让我想起了少校 史鲁克以崇敬的语气说 少校可真是我们种族里充满光明爱心的人 好了孩子们 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他笑着问我们 语气十分和善 我一时想不起什么问题 文卡问 您是从哪个星球来的 阿米和史鲁克都笑了 我问他们俩在笑什么 因为文卡提出一个相当好的问题 让史鲁克可以直接进入主题 不必拐弯抹角 可是答案会让你们吃惊 文卡不相信地说 我们不会吃惊的 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不少出生在遥远世界的外星人了 我不是外星人 我是地球人 史鲁克神情认真地说道 什么 阿米看着我们吃惊的样子大笑起来 他说 在宇宙生活里 你们的第一次漫游属于A级 你们的读者也属于这个级别 第二次漫游属于B级 第三次则属于C级 每一次都在宇宙生活里深入一步 现在请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以下的话语充满爆炸力 史鲁克继续解释说 这里是我的世界 我就出生在这里 我的祖先也在这里 我和这里你们能看到的所有兄弟 我们都是地球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